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周末好 欢迎持续关注我的频道罗西西博士 今天是周末聊一些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 因为最近一系列的视频可能太过干了 让大家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什么丁丁线上的辅导老师似的 那我今天就讲一讲 因为也有很多人跟我交流过这个问题 在读硕博的这些年中 有什么东西是觉得做的是对的 有些什么事情觉得做的不太对 少走一些弯路吧 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硕博加在一起虽然有五年多 但实际上时间还是非常短暂的 这五年半的时间里 我大概有前面两年的时间都在不停的试错 然后后面的两年在大规模的发表论文 然后有一年的时间又在出国 实际上我觉得安排也并不是非常合理 就我自己回头看自己的话 然后先说阶段一 就是我在刚刚入学的时候 第一学期我们都是要去上很多的课 我就那个课上也要求大家每个人的作业 就是教一份中诉 我因为刚入学也比较自卑这么的 然后就很少跟自己的师兄或者导师交流 然后我在不知道导师有什么项目的情况下 我就直接写了一篇想去写一个关于孤独症的一个中诉 一次我就查了大量的文献 也学了这么检索论文 最终写了一个草稿 然后拿给自己的导师或者说是师兄们看 然后他们告诉我导师其实是没有这方面的基金的 你做这个好像意义也不大 要么你就自己去发表吧 写了两三个月的这篇中诉 最后以一个中文的形式上交了 上交了之后后来回到实验室之后 得知我要做的课题是老年痴呆 我又重新开始了一轮中诉的写作 这是我读研究生的第一个挫折 就是第一阶段做的事情 因为我当时甚至以为研究生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一定要多跟自己的师兄或者是导师之类的多沟通 不要闭门造车 然后入学的第二个学期我就开始在实验室里 然后我有时候看他们做的一些方法也很酷炫 然后于是我就问他这个方法该怎么做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问其实真的是挺鲁莽的 所以正确的问法应该是说需要用到哪些工具 然后自己再去逐步的自学 然后知道这个平台之后 然后自己对照着那个menu这个工具教程 一点点的自己去试 遇到的细节的问题 再去请教你的导师或者说你的师兄 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式 此外还有个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实验室很大 里面却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然后你拿着你的方向去问你研究另一个方向的师兄或者师姐 这个也是不恰当的 因为在研究生的领域 可能大家在研究了一到两年之后 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上的理解都是远超旁人的 所以你在自己的领域 很多东西就是要自己去摸索的 这个时候大概就到了研究生二年级 我已经冷静下来 知道是没人教要靠自学 但是这个阶段还是有巨大误区 譬如我看有人做图做的很漂亮 我就问他是用什么软件 他是用Photoshop 好 然后我一般这个时候我就去把网络上整个Photoshop的教程拿下来 从界面到怎么开始学 然后一学学了一个多月 然后别人在用统计学 我就去翻这个统计学的课程 又从第一课开始听 现在回想起来 很多学的东西可能相对没用 再加上后面像Photoshop实际上用的都很少 到现在可能都忘掉了 所以我得出的经验就是说 你只有在有需求的时候 再去专门的为你这个需求去寻找 像我现在比如用这个SPSS做这个统计学 我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话 我就会上网专门去搜这个方法 搜到这个方法 解决了这个事情 集中一点 所以我们的集中的那一点 就是我们手上正在写的这个论文 所有的东西都是服务于为这篇论文的解决 为这个出发点 然后我就进入了第四阶段 也开始琢磨了写论文 因为当时要转播 面临着一个要发文章的一个压力 所以每天希望怎样快的写论文 但是当时写论文 我又一次犯了这个错误 就是主观性的去思考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今天仿佛的跟各位朋友说 新手写论文一定要模仿 其实是由我自己的苦痛经历在里面的 我当时大概阅读了一些论文之后 然后我想我也要创新 但当时我想的创新 也许跟各位镜头前的新人们也是一样的 就是觉得创新嘛 就是我自己跟想广告一样 我就是想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 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分组 我说这个分组从来都没有人定过 我把老年痴呆里面的人 根据几个类型 自己给他分了一下组 然后分出来 把他研究都给做出来 图也都做出来 这样信心满满的 整了两个多月 拿给有经验的一些师兄看了 结果真的是倍感打击 因为我的这些分类根本就没有道理 实际上每一个疾病的分类 都有非常严格的一套 纳入和排除标准 但我这个分类可能就是 我自己脑海中想出来的 反正就是创新过了头 根本就脱离科学依据的一个创新 主要也是一个太过心傲了 当时觉得如果我像他们一样 一模一样的 在他们的相同的样本上 换一个方法 觉得这种很low 反正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 然后后面终于开始静下心来 终于老老实实的 按照一篇文章的框架 然后在大部分没有更改的情况下 换了一批样本 然后采用相似的分类方法 这样子老老实实 终于在我2013年入的学 我终于在2015年的11月份 才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的三分的SCI论文 然后的创新是逐步的 因为我在2016年之后 产能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快速的爆发 这个阶段就是我开始 仿佛的运用这一套方法去模反 然后随着模反到了第二第三篇 SCI论文的发表之后 你的模反的尺度就会越来越大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你只有在进入正轨之后的创新 可能才有意义 此外我还在这个阶段 知道了就是要考虑到现实因素 我当时一开始也是学习的方法 总是想着一步登天 看着非常高影响因子的一些论文 然后看到里面一些新的技术 和新的方法 然后找自己的一些师兄去问 而是告知这个方法 我们是实现不了的 这种就是说脱离了 自己实验室现有的条件 然后再说说第五点 那就是关于数据储存类的教训 我经历过了整个咖啡 撒到电脑上 电脑主板全烧掉 经历过网盘的账号被盗了 因为重装系统 不小心把整个硬盘格式化掉 然后还经历过在下雨天骑电动车 整个小包从电动车上滑落 结果所有的实验数据 当时跑完的都在里面 然后在大马路上 雨夜里到处寻找 最后也没有找到 翻了每个垃圾桶 这些都是惨痛的教训 就是数据一定要储存 这方面就希望大家提高警惕 因为你在不注意的时候 它可能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一旦形成打击 可能会造成你工期 甚至有一个季度的拖延 都是有可能 然后我就到了研究生的四年级 这个时候文章已经快发到 我想出国去看一看 但是在这个时候实验室 也没有人出过国 我又其实在这个阶段 我好像又回到了 阶段一的那个时代 然后我就随便上网 找了几个教程 看了一下 说要考一个雅思 然后我就匆匆忙忙考雅思 我当时是十月份准备出国 然后递交这个申请 大概在二月多 我就考雅思 第一次考雅思 大概在十一月份左右考好 没有通过 然后我想没有通过 那肯定是不能申请的了 然后我就再去考一次雅思 后来第二次雅思 是大概在四年的一月左右考 这个时候离提交那个 都只剩两个多月了 然后终于考过了 考过了大概在一月多 我才开始去写offer 然后联系的时间非常短 就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发了七八个教授 就回复我的只有两个 最后在两个钟 我选择了新加坡国立那边 然后结果去递交offer的时候 发现大量的同学 拿到的都是哈佛的 或者是什么耶鲁的 约翰霍普钦斯 然后一打听 他们六月多 就已经开始去要这个offer了 然后英语的话 他们甚至也没有考雅思 他们直接拿的 就是导师的证明性就可以了 所以我根本就搞错了 这个事情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要offer 而不是在那里考雅思 然后再加上自己 当时出国的时长安排也不对 我是选择在了研究生四年级才出国 每年出国大概在九月份 导致自己还往后延避了半年 从五年的学习时间 扩展到了五年半 延避了之后 大量的东西是很麻烦的 因为我们中国 最深情很多东西都是很死板的 比如像博士后 还有一些什么评奖评优 什么全部都错过掉 没有经验的时候 做这些事是很麻烦的 好了 这就是我总结起来的几个错误 我这里给大家再重新复读一下 在阶段一的时候 我错写了一个中述 没有跟导师好好交流 所以教训一就是不要闭门造车 在阶段二 我总是期待着有人来教我一些内容 但实际上了解很多事情 在你的领域应该你自己探索 要早点有这个觉悟 这是阶段二 阶段三 我有了这个觉悟之后 我就自己开始乱学东西 从最简单的 一直到很复杂的设计 但实际上自己研究 写论文靠着自己天马行空 自己随便乱分组 随便乱组合方法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符合 这个学科的一个规范 所以新手开始做研究 一切都要从魔法开始 不要心高气傲 你只有在慢慢走上正轨之后 才能有着越来越高的一个自由度 第二个教训是关于数据储存 我丢失过了大量的数据 每一次丢失都对自己的研究工期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甚至可能每一次丢失 都会使你甚至要产生要放弃的一个想法 所以大家务必做好备份 然后阶段六就是关于出国的 这个时候又不注意去交流一些资讯 有的时候总是闭门造车 自以为是 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实际上阶段六的教训 跟阶段一的教训 写了一篇孤独证都是一样的 所以过了五年半 我最终又回到了原点在当年 当然你说这些东西 到底是不是弯路 还是说是成长中 必须经过的一些过程 其实也很难讲 我所谓的这些弯路只是说 如果你把你的研究生 世俗的所认为的成功 作为一种成功的话 那这些相对来说 就是这些弯路的 但你也不能说 这些日子对我来说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当然我觉得这么想 可能还是有点阿Q 所以我决定还是把它拍出来 送给各位正在读研究生的 或者即将读研究生的 各位小伙伴 好的 希望你们能从我的教训中 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关于我前面几期 写论文的 我这里还是要说一点 方法说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做起来 大量的时间都是在看论文 科研实际上 就是在1.1滴的基础中进行的 此外我还是有经常开直播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到直播间里来 跟我进行交流 好的就到这里了 各位周末愉快 再见 然后祝最近刚刚查出成绩的 各位小伙伴们考研顺利